它的外形就像是一台迷离主机 自带可更换奥克林克模组 超强散热系统 PD输出一线通 也许这才是迷离主机外接显卡屋的正确打开方式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NVIDIA RTX 4080移动版的 新一代迷离显卡屋 Mofan魔方G1 这台只有手掌大小的迷离显卡屋 采用的是我们迷离主机常用的外置DC电源 它在桌面占用的面积非常小 可以很好的配合 我们使用迷离主机桌面布局 魔方这款显卡屋一共提供了三个型号 分别是满血115W的桌面版RTX4060 还有RTX4080移动版和RTX4090移动版 这两款都是满血150W的 对这样一台迷离显卡屋 大家想要多高的性能 来适配我们的迷离主机呢? 我们测试的这台迷离显卡屋 Mofan魔方G1 装置NVIDIA RTX4080移动版 12GB GDDR6显存 自带可相互更换的 OcleInc和USB4雷电接口 AD104核心 7424个CUDA 192位 432GB每秒带宽的显存 3个A口 1个C口 4柄显示输出 接近0.7升的体积 仅重700克 打开来看一下 显卡屋和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1米的雷电式线缆 60公分的OcleInc线缆 可更换的挡板 以及内六角扳手 可更换的OcleInc小板 一个OcleInc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这块挡板刚好适配这两个接口 这电源195V 11.8A 一共230W公率 迷你显卡屋 塑料机身 顶部有魔方的英文logo 正面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5Gbps 连接电脑的雷电接口 可以输出PD86W的电力 另一个Type-C接口 40Gbps 后面49.5V的DC接口 DP1.4接口 HDMI 2.0接口 USB3.2A口 5Gbps 又一个HDMI 2.0接口 底部 双侧 都有通风口 我们用T10大小的 瑞六角 螺丝刀 很轻松卸下 四颗顶盖螺丝 这就是可更换 接口的小板 等一下我们测试 奥格林格连接 就要更换这块板子 现在我们先测试 雷电USB4连接下的 显卡屋 我们使用雷电式线缆 连接显卡屋的 雷电接口 到我们的测试机 魔方S800 魔方S800的前面板 有一个USB4接口 当设备管理器里 出现微软 基本显示适配器 说明已经连上了显卡屋 我们可以在魔方的网站 下载驱动程序 安装完成后 设备管理器识别到 显卡屋里的显卡 是NVIDIA RTX 4080移动版 打开GPUZ 看一下 AD104核心 和桌面板的4070 是一样的 7,424个CUDA 总线报告是4.0X4 我们连接的是USB4接口 应该是跑木板X4的 显存是192位的 432GB每秒的 有效带宽 12GB GDDR6 我们使用Firmark 单考4080移动版GPU 一开始超过了150瓦 最后稳定在135瓦左右 显卡屋整机功耗 从195瓦下滑到180瓦左右 GPU温度最高83.1度 热点温度91.7度 接着跑3DMark测试 Time Spy 16859 Fire Strike 35961 Steel Lomand Night 133.69FPS 稳定度97.6% 通过PCIe带宽 只有2.35GB每秒 列表看一下 USB4连接下 Time Spy比4070移动版高不少 低于120瓦的4090移动版 Fire Strike离4090移动版有点远 比AMD的7600MXT高一些 Steel Lomand Night 就和120瓦的4090移动版 差了10% 接着玩游戏 黑生化悟空 4K超载 60均衡模式 使用DLSS 开启增生层 画质自定义 阴影质量高 特效质量高 毛发质量高 全局光照高 其他超高 测试结果是 平均帧62帧 实战一下 地平线5 4K极端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普通场景 50多帧 复杂场景 40多帧 降一下集 4K超高画质 打开两倍抗拒尺 普通场景 60多帧 复杂场景 50多帧 看来要降到高画质 才能跑满60帧了 光野大标客2 4K超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4帧 古墓丽影暗影 4K最高画质 运行性能测试 平均帧68帧 我们专门跑了一下 地平线4 4K自定义画质 打开八倍抗拒尺 不开DLSS 所有画质选项 全部拉满 全程60帧以上 太舒服了 这是我地平线4 非常好的体验 这就是RTX4080 移动版 外置显卡屋 连接迷离主机 USB4接口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让12G的RTX4080M 跑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摊蛇编程问题 最后结果是 46.74TOKEN每秒 我们又拆下顶盖了 卸下把腹盖上的 三个螺丝 取下小板 双Type-C口 刚刚已经测试过了 取下双Type-C口的挡板 都得收藏好 别搞掉了 装好Oaklink接口的挡板 装上Oaklink小板 装上保护盖 装好三颗螺丝 装好四颗内溜角螺丝 好了 我们测试 Oaklink连接下的显卡屋 我们使用Oaklink线缆 连接显卡屋的 Oaklink接口 到我们测试机 天背GM12MAX的 前面版Oaklink接口 打开GPUz看一下 差不多的哈 我们使用Firmmark 单考Oaklink连接下的 4080移动版GPU 一开始也超过了150W 最后稳定在139W左右 显卡屋整机功耗 从195W下滑到了180W左右 GPU温度最高83度 热点温度91.4度 接着跑3DMark测试 Time Spy 18470 Fire Strike 45856 Steel Normal Light 141.75FPS 稳定度97.3%通过 PCIe带宽 6.7GB每秒 以上我们是用 显卡屋直连显示器 就是独显直连模式测试的 我们还测试了 Oaklink接口下的混合模式 就是从小主机的显示接口 输出到显示器 得出的这样一些数据 综合列表看一下 Time Spy Oaklink直连模式最强 和120W的4090很接近了 当然混合模式也没差多少 Fire Strike 直连模式几乎和4090移动版齐平了 比混合模式和USB4连接高很多 这个差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CityO No Man Light 直连模式就和120W的4090移动版很贴近了 大概差距5% 接着玩游戏 黑神话悟空4K超彩均衡模式 使用DLSS 开启增生层 画面自定义 测试结果是平均帧77帧 实战一下 试音乐 试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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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在任何方式下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达成超级超级超级 性能强大 性能强大不浪费 从外形上我认为 它是最适合迷离电脑的独立外置显卡屋 放在桌面上和谐不会突兀 它有三款不同价位的配置 封简尤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 我们是否则是最适合选质量的选质是最适合选质量的选质 我们对Mofin魔方基因迷离显卡屋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